身家上野的大佬都喜欢坐什么车 来 我带你上车看看 首先给我的感觉 就是这空间无比的宽敞 这后排真的无底浪 腿部空间就不是挤拳挤拳的浪 而是直接用腿来衡量的 好吗 整个车厢的内高也达到了1米4 这空间必须和老板的格局一样大 什么叫做百万级MV的享受 全车采用NAPA真皮包裹 什么通风加上按摩 通通按摩上 反正就是要好给人一种不差钱的感觉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这是个香灯机 让人一上车就能感受到这个车的高级感 这种不一样的体验 才能体现出大佬的品位嘛 有钱的大佬不仅要坐着非常的享受 还要有办公配置的需求 毕竟对他们来说 赚钱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耽误 打开这个隐藏的小桌板 您可以在上面看看文件 或者是拿电脑办办公 下方有225的充电插座 连细节都给你考虑到了 双方有联网的大电视 看看PPT也是很方便 这场景简直就是移动的办公室 所以说大佬还是大佬 躺在这里按着膜就把钱给挣了 这就是现实中的躺赢 但有些大佬不仅要躺赢 还要躺得舒服 有钱人嘛就是要求很苛刻 你说气不气人 而这台车都能给予满足 把三脉座椅放到后 直接形成一张2.2米的沙发大窗 不仅在上面躺得很舒服 而且也能睡得安稳 再把窗帘一拉再配上个小秘书 这生活真的绝了 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 最在意的事情 那就是安全了 毕竟人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人嘎了 钱还没有花完 这台车前后都安装了 防撞杠粮 整车58处 采用了同钢材质 通过了欧盟碰撞测试 5颗星 那么屏幕前的大佬们 这么顶的一台福特黑武士 现代景星3个万 有没有打动您的内心呢 5颗星3个万